判星星判月亮 新疆球迷终于等来了一个名字 坦纳格洛夫斯 据多名的媒体人报道 新疆队签约了内线外援坦纳格洛夫斯 这位球员出生于99年 身高有2米08 体重是109公斤 场上的位置是大前锋和中锋 虽然俱乐部还没有官宣 这些大博主都爆料了 应该不会是谣言 所以很多新疆球迷都让阿塞出一个视频 那我们今天就当了解了解这名球员 不管他未来会不会来到新疆队 这个外援的视频我看了 确实有三分 而且会处理球 他的能力我不知道强不强 但目前看来应该是适合新疆队的 是新疆队需要的 考虑到他是第三外援 他是给赵瑞阿布图沙拉姆打下手的内线 而且他如果有三分的话 能够拉开空间 阿布图沙拉姆和赵瑞能做的事情就会变多 坦纳格洛夫斯非常年轻 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很简单 大学期间效率于东华盛顿大学 及厄科拉荷马大学 效率于东华盛顿大学期间 在1920-2021赛季 场军可以为球队贡献5.4分 以及17.2分 21-22赛季 坦纳格洛夫斯转学至厄科拉荷马大学 在为该大学效率的两个赛季期间 场军可以贡献11.6分和10.2分 最重要的是 三分的命中率分别为 38.1%和28.6% 2023年的夏天 坦纳格洛夫斯代表雷霆队参加了 拉斯维加斯的夏季联赛 但只出战了一场比赛 得到2分6个篮板 一次助攻一个抢端和一个盖帽的数据 这个数据和咱们国家的球员 去参加夏季联赛 水平不相上下 23-24赛季 坦纳格洛夫斯离开大学联赛 开始了自己篮球职业生涯 效力于波兰联赛 但在1月初与球队分手 代表球队出场的15场比赛 场均可以得到6.8分 3.9个篮板 两分球的命中率是63.8% 三分球的命中率是34.8% 伐篮的命中率是75% 也代表球队打了6场欧洲的篮球联赛 场均得到9.8分 7.8个篮板 1.3次盖帽 看到很多新疆球迷都喊着总冠军了 但我要劝大家一句 罚甲的MVP来到CBA都不一定管用 这个刚没打多久职业篮球联赛的外援 我们还是要有保留意见 让我们先观望观望 新疆队的大外援这个赛季非常的重要 他会决定球队的上限 这个外援还很年轻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养成系的外援来看 如果他实在打得不好 裁掉就是了 还可以找新的外援 当然我们希望坦纳格洛夫斯 会是我们的冠军拼图 接下来就等待官宣吧 Thompson that came from the weak side Yeah, backside help and got the foul Little lead of the hat Another excellent set by the Jayhawks as well Oh, there's a way to even things off Let the big guy score from outside the yard Tonight from the crowd You can sense him Goldwire, Tanner Groves A ball fake in a leg in The attack down the guys Will you aimят star We're probably left more It's a way apart Why are you